你好 大家好我是Tim 好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是 在大概2018的时候进入这个就是web3 然后我一开始是做相关电商相关 可是后来就觉得还 就是讲中二一点 就是好像对这世界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开始摸一些有趣的东西 所以后来我就投入web3 DeFi相关 那我一开始是在Solana和Ezirate 然后但是在里面玩了之后又发现 什么都是大部分都是金融相关 当然是可以赚到钱没错 可是对我来说好像还是没有 一个实质创造出什么东西的感觉 所以我后来其实我和WeiTim是兄弟 对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就一直跟我哥洗脑说 这个web3多屌多屌多酷多酷 你可以在上面找到很多很前沿的东西 所以他就被我洗进去了 那这时候我也把我的烦恼跟他讲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下最近 他在BIO上面遇到的也是困境 比如说以我们如果是大家应该都是自工系的话 就会知道我们其实现在开发流程是回馈都是很迅速的 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城市有bug 然后我可能deploy一下你马上可以去修正 然后甚至版本控管这些的 可是现在BIO这边都没有 然后甚至资料也是非常独立的所在各个地方 所以这时候我就跟他说不然那 我觉得这个搞不好可以用crypto或web3来解决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搞了这东西 所以我的分享跟我哥刚好可能是相反 我可能会从一个比较就是web3的原住民去切入抵赛的这个点 然后我也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会觉得区块链会这么适合科学领域 因为科学研究本来就是有一种天生它就是public good 所以但是我们也可以听到刚才其实都有提到零碎的一些问题 就是像peer review 不是说甚至现在你要看一些论文 你竟然要花很大的钱 那区块链这个东西就是先天性它是非常开放 然后我随便问一下好就是有同学是有在有已经有触碰到web3的东西 就是有在就是有碰钱包啊或者是甚至玩一些define的东西 OK那如果有在碰就知道区块链先天性大家的里面的人就会对开放性是很注重 虽然说可能也知道说大家说很开放 但其实有一些项目的做法其实是很中心化 但是你只要不够开放你就是很容易被喷 对所以它就是先天性是一个很开放 那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跟其实也是跟我们软体工程是非常有就是接近的 对那所以然后我自己还是要再推看一下年轻人就是web3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人进入的地方 因为像像我之前在web3里面玩的时候我对什么项目有兴趣我们可能直接dm他就说agm 然后我有什么兴趣要合作呢我们大家其实就很快的可以兜出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这个对你可能现在手上没有很多资源的人来说你其实不一定要真的去买币或是什么 你其实直接去左手开发都可以有些很有趣的产出 对那我当然也可以我打的方向就是跟大家说到底你可以运用哪些工具去很快的去做出一些跟d3相关的东西 那我现在其实在科研领域有碰到这些问题其实刚才都有讲到一些些 比如说方顶就是光我台湾人可能像刚才我哥说到的一个墨西哥的lab 我到底要费钱给他或是甚至他怎么费钱给我 或者说如果好大家就算想要捐钱给我 然后是subscription或者说他想要刷卡其实真的非常困难 然后再到reputation peer review 就是像peer review 这我也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就是大家既然要都没有薪水的去帮对方就是review的东西 然后还要给钱给一些就是公司然后你还要花钱才能去看到这个 这个是非常不合理 然后再加上好那个学生如果你要读到博士 然后或者说你要产出一个论文可以让人家承认你有这个能力的东西 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 这是非常久 对 然后再到data就是刚才我哥提到就是sign hub 其实他一直有被就是政府部门揪局的就是去检举然后去操掉的那个问题 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data可以安全的 不会受censorship的存放 对 那这也提到因为就是为什么区块链很适合科学像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因为区块链是透明的所以你可能不敢把些呃有隐私性有就是有秘密的东西放在上面 但是其实科学的话就是因为是public good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这种疑虑对 然后他也不像其实也不像金融产业像金融产业我们之前去做些高频交易说实在目前区块链是还是有些难度可以到达这么高频的交易对 所以我觉得科学真的是很完美的切入区块链这个点好那我想先问说 就是底下的同学有谁有外币账户吗 或者说有国际汇款过 所以其实是不是超级麻烦你要先去银行开通外币账户 如果你没有外币账户 然后你还要去跟人家说好我要一个约定账户 对看这个是真的太麻烦 那所以当好我一个在墨西哥人好我要10块钱我捐10块钱给你美金给你那我有可能去为了这件事情去跑这种这么多流程 更不用说是有一些是有一些 资金上会有控制的国家对那 假如我要接受别人捐款 那大家可能会说我没有PayPal 但是其实如果你要去申请就知道PayPal 其实在台湾也是受限制的 再加上你要如果在台湾接受国际刷卡 其实是很容易被锁账号 然后就更不用谈用陷阱这件事情 所以呢就是Funding就是很重要对 对Design是很重要 因为没钱就没办事嘛 那好那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Crypto的方式 例如说USDC、USDT直接匯别 可是这个问题就是 那我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要分期付款吗 还是订阅制 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呢 因为这个问题是 我怕例如说像如果以区块链上的项目很多 就是目前都会跑 不一定是区块项目 很多其实团体都是这样 那其实你用像我现在贴上的这个 就是一个Super Flow 它其实是一个在ETH上面的项目 它能做到就是可以让你非常的轻松 你看到代码上面 你其实只要你有钱包 然后你只要跟他说好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匹别这个代 代可能有些同学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美金 然后你只要创造一个Flow 然后他就会定时的每秒 就是每秒以每秒多少钱的速度去汇 那你就不用怕说好项目 一拿到所有钱就落跑 所以光这个你就可以简单做出 你连server都不用 就是你连google cloud都不用申请 AWS也不用申请 你只要有钱包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当然然后就会面对到说 好那如果是项目房 我要怎么取进别人 我不会把东西偷走 或者说会不会我像目方 就是只有一个人 就是老的就是最大有那个钥匙的人 会不会直接把钱汇走 那就是可以很方便的用像safe这个 就是可以让很多人可以去共同管理一个钱包的方式 去控制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就像是现在连现实台湾一般的公司 其实很多人是就是他的印章 跟就是所有的财务的东西都是给同一个人包管 那其实区块链可以很好的去让这件事情可以避免说 只有一个人拥有这个控制金流的能力 然后像我们看到这个 好区块链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他的compt sability是非常高的 像我看现在看到这个Alo protocol 他其实就是刚才 呃Waytin有提到的Gitcoin 他底下的 呃使用的一个procode 那因为看起来好像很多老师没有用过 其实也不是很了解那procode其实就是指说 你布了一个城市在区块链上 所以刚才说Gitcoin转到procode 意思是他原本是一个在中心化伺服器里面的 的组织 他现在已经全部变成去中心化 所以那差别是什么 差别就是我以前在我的serve里面边 可能没办法跟我协作 他说他可能想要改变某些例如说voting的机制 他也没办法改 或者说他只想用我其中一个创造 例如说列出项目的这个功能 他没办法改 可是像现在他如果换成procode的形式的话 我其实例如说我是一个有钱人 然后我想要快速的有一个 例如说我自己喜欢的就是 例如说好现在很夯的就是长寿的 研究长寿的就是捐款平台 我其实就可以我可能只要一个工程师 我就可以把这些我要的东西拿来用 好我可能不想要平方投票法 那我可能直接把这一块拿掉 我就可以是有一个我自己的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平台了 所以区块链好处就是可以讲说你非常节省人力 然后快速 然后像 然后像如果你要跟别人合作的话 其实我们procode之间可以互相去互相去沟通 而且都是透明的 那但是如果你是在现实的话 用一般web2的方式的话 你可能就要先叫你底下的员工去跟人家说 我们要合作 那可不可以开个接口给我呢 那接口要长怎么样 好那再请你们那边的工程师把你们的interface送过来 可是这件事情是非常耗时 那如果我在区块链我直接去上我的explorer 我直接去看我就可以知道 我要怎么样跟对方协作 然后我甚至也是不用他们合可 我就可以直接跟他们做一个协作 然后再加上 还有运营成本 像如果我要直接复制他一个组织出来做的话 其实是非常便宜的 例如说你在以太坊上可能当然比较贵 可能有可能要到几百美金几千美金 但是如果在其他的链上 例如说首要哪 你可能甚至不用到一寿两寿 对 所以这个相对于web2的 就是组织成立的运营成本是非常低的 尤其我们在底赛上面 对于资金的需求是 就是美养法是花太多成本在这商 就是运营上面 然后有同学用过就是uniswap之类的东西吧 好 现在我就来讲一个 Vitalica有提到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就是捐钱的机制 就是你捐钱可以有分几种吗 例如说刚才提到的就是你直接捐钱给我 然后或者说我分次捐 或者说我分给一个组织 然后让他去自己去分散说他可能有个名单 然后去直接分给这几个人 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直接创造一个token 然后我把token和我要捐给你的钱放到一个pool里面 然后我去维持这个pool里面的美金价值 那我就可以去控制说好这个钱出去的流动的速度 那同时又可以利用了 其实这同时又可以利用了区块链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元素就是 讲难听一点是投机 或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DeFi 对 就是他可以让他既可以收手续费 那同时又可以让更多人会想要参与FOMO参与进来 那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Ocean Protocol 那这个Protocol是在做什么 他其实就是在帮助 例如说我们一般人有些Data 或者有些公司有Data 他想要卖给人 然后但是找不到地方可以卖 或是说他害怕这个Data里面可能会有隐私 所以他这个平台 就是说你使用者可以把你的Data 送过来我这里 然后 需要Data的人 需要Data的人 可以把演算法就是给我 然后我运算出来的结果之后 我再给 就是 consumer 所以这样既避免了就是 这个Data的隐私 然后又可以让Data 有拥有Data的人可以卖出去 那他采用的方式 但是就有点像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 他其实是用一个流动性词的方式去处理这个 就是Data的Token 就如果我有Data要卖 那我就是 把 我可能会开个词 这代表说好 我 你的Data的价格 因为 你同时有Data Token 然后同时又有 他这里的平台P就是Ocean的Token 对 所以这时候就是 如果越多人想要买Data 那你的 因为这个池子里面的美金会越 他这里面不是美金 但是我相信 美金可能会比较好比喻 他的美金就会越多 然后你的Data Token会越少 所以表示你的Data的价格会越来越整轨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去发现你Data的就是价值 所以 其实现在有很多项目是朝这个方向去用Data 还有经济的力量去激励就是使用者去分享 或者像刚才提到peer reviewing的问题 请问一下就是 那怎么保 Data的安全 你说 不会被造为用 因为是 我如果是Data的人 我其实是送到一个分布式节点 不是 就是大家 就是 有Data的人送到分布式节点 然后有 算法模型的人 送到分布式节点 然后算出来的东西 去返回他 对 所以 其实要买Data的人 他是碰不到Data的 对 那他如果要买 他要用这些Data 他就是要使用平台币 和你的Data token 还用平台币买你的Data log 其实这又可以 延伸到 可能你们之前有遇到的讲师的 那个叫Unita protocol 他有说他们有在介绍美金吗 就是 其实这有点像是 我用 他的Ocean protocol 就是想要当 他的token就是想要当 资料处于借你的美金 这感觉 知道这样 可能讲有点深色 对 那你怎么知道 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是有用的 你出来 因为他会运算嘛 对 所以 你可以靠你运算出来的结果 去知道 这Data的 就是 那个叫什么 质量是多少 对 可是我 我先买了 那个Token 之后才能用那个Data 才能验证那个Data的考快 是没错 对 但是这个流程 其实的确是还有很多地方 可以challenge 对 但是是一个非常有趣 而且 已经实际有在跑的 一个项目 例如说像亚马逊 或是说币安的一些资料 都有在上面 就不会有人直接丢很多垃圾Data 然后 因为你你如果要丢垃圾Data 你要买他项目币去当流动性 所以你是有成本 对 然后这里 就会提到一个 刚才这个同学说的 在 其实在peer reviewing 就很有可能会发生 会不会有乱评啊 或者说流垃圾 垃圾Message 但其实像 如果你采用这些DeFi 常常使用的 就是让你做事情 有成本这件事情 可以大量的减低 就是使用者作恶这件事情 然后这就在 来到就是reputation 其实就是 我到底要怎么在学术界 建立我的这个 学术地位 发期刊啊 或是什么 你要嘛就花太多钱 像我刚才说 你读一个博士 然后八年九年 然后 或是说 你要让你的期刊 去 去被peer reviewing 你如果是 独立研究者的话 应该要花 真的花不少钱 然后 花很多的手续 那所以现在 就很多 抵赛项目 是在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他处理就有点像 就回到刚才 他其实就是 直接开立了激励机制 然后去 发token 去激励 去对对方有做rewarding 对 不是想做 就是对方有去reviewing的 然后给他reward 或者说你也可以用现成的像 因为其实我是从 defi来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很在 design里面 不一定是只能用design的项目 其实你有很多现成的 其他crypto的项目 你也可以达到 就是相同的作用 例如像Lens Progo 你们可以想象成就是一个 嗯 web3版的FB 可是他 可以让你做更多事情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他看到现在 你可以直接让他 例如说有一个人reference 我的文章的时候 你可以叫他去 这个 这个 以太坊的电脑 可以帮你去做什么事情 或是说 有人在 在你的文章底下comment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触发什么事情 或是 这个 这个Mirror跟刚才的reference 其实很像 那Mirror就有点像是 你原封不动的就是 把你的 把别人的文章放到你的 就是布告栏上面 对 那你也可以去去触动一些 就是动作 那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去 我们可以例如 就有点像我们可以在Facebook上 建立我们自己的 Decide的 或是peer reviewing的APP 那如果有别人去reference 我的 论文的话 我是可以依据一定的演算法 去给他什么reward 或者说有人在comment我的东西 然后如果有人 在他的comment上要评分的时候 我是又可以用什么演算法去给 他什么样的reward 对 所以我们又可以 就有点像 在web tool里面 你可以在Instagram 或是说 Facebook 或是Twitter 那边 你可以自由的自己去 建造你自己的 可能任何个喜好的色彤 对 然后可以有一个很有趣的应用 但其实我在 Decide Talker 就有听到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他们是用patch rank 去处理这件peer reviewing的事情 那像这里我们就可以去 也可以套用到这些模组 就可以很快的实现 我们甚至就像我刚才说 你甚至连一个server都不要 你只要有一点的ETH 然后跟有个钱包 你就可以开始做 然后你也不用去实做自己的会员系统 因为你的钱包就是你的会员系统 然后这有刚才提到的就是 IP NFT 它其实就是可以快速的 把法律文件跟你NFT绑在一起 其实这好像之前有讲师 有讲到类似的应用 对 那它就是 其实它应用很简单 它就是把 可以看到它就是把一些 放在分散式储存机构里面的法律文件 然后它可能会帮你直接拟定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叙述 然后跟你NFT绑在一起 这样你却把现实生活的一些权利 跟你电商的东西绑在一起 那它做成NFT的好处是什么 NFT的好处就是方便转移 然后甚至像虽然说它现在的说明书上没有写 可是他们也开始做自己的swap swap就是你可以想象成交易 所以就可以更方便人去买我的知识产权 甚至我可以把知识产权分成很多的碎片去做交易 对那像这些你就会发现如果我要做一个很复杂的 关于decentralized science的应用 我其实根本搞不好连一个code都不用写 我用这些我却直接组出一个有社交属性 然后又有金融属性的peer reviewing的激励集质的app 然后刚才提到说在区块链上是不是隐私会有问题呢 是大家都看过光 但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多procode在克服这件事情 像这个lite protocol 就像我说你可以用很简单的 你只要有一个签名 然后你想要就是加密的东西 那其实你在链上的资料其实是不会被看到的 所以其实web3是一直在进步 那我觉得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一个已经可以非常实用的地步 然后再谈到就是资料储存的问题 所以现在刚才提到你会有收费抢 然后或者说甚至被抄 然后或者说被锁在各个各大的机构里面 你其实根本不知道的问题 所以这就会很适合用filecoin 然后IPFS这个去中心化的储存的协议去做到这件事情 这个我记得宝博士的podcast有讲过这个IPFS 对 那 它其实简单的原理就是大家都存东西 存一点存一点 然后 就是不会说一个节点没有东西之后 所有东西你就拿不出来 对 对 那在这之上最近这个filecoin又提出了 在让你的资料可以有被运算方便运算的一个机制 就是叫FPM 然后甚至还有出了一个新的project 叫这个叫把卡好 对它是犹太的名字 它这个项目也很酷 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web3的分散式计算 你可以直接把你Docker里面的东西丢给它 然后它就会帮你要的结果就是回回来 像就有人用把Stable Diffusion放在这上面 去做个去中心化的算图 那你其实你自己也不用去买很贵的显卡 就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然后收费也很便宜 现在是免费的 然后 你也很方便的可以去使用 然后再可以又可以接上你 刚才我说的储存在分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Storage 里面 对 哎 讲这个 还是先先跳过 然后 然后我来示范一个 现在已经有在实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因为其实在科学界还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 你做出来研究别人没办法重新再跑一次 或者说你 就是或者说你可能有 就是或者说你可能有论文了 可是大家好看你这数据很漂亮 可是他们 他也没有可以互动的能力 那像这个Design Lab 我哥刚才其实有提到一点点 他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这样 他不想要你的论文只是PDF 而是可以连结 例如说 BS Code 或是Python 那他现在做到就是让你可能在 一个像PDF Code PDF的档案上面 你可能点击他的数据 他直接可以帮你连上一个虚拟机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一个像是 Cloud VS Code 里面去编辑 然后再打到像我刚才说的 把卡好的东西 你就可以直接丢给他们去运端运算 所以这些东西这么多服务 到现在你都还不用写一段口 这个跟WebTool的就是体验真的是差非常多 那我补充一下刚刚那个 Pin的在讲那个Reference Citation 那个功能是多酷的 就是大家看过论文 应该看到论文下面有很多Reference 然后你们在读的时候应该很痛苦说 其实你会要一篇看 然后再从Reference 再跳另外一篇文章 然后再跳另外一篇文章 所以他刚刚提到那个Reference 的Application 其实是非常神奇 就是说 未来你的论文可能一发表之后 就等于是Citation的其他论文 那其他论文的Application 会马上知道它被Citation 所以就变成是整个论文的引用的机制 会变成更自由化 而且它是更即时的 跟我们现在看Paper 有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用 要用一些付费的软体 才能去把你的 想要看的所有的文献去抓出来 对 所以之后可能是文献发表系统 的Reference 系统本身是可编成的 所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所以看到这就是他们的一个Demo 那你就会看到这好像是 一般的PDF嘛 然后 进来之后 就可以发现 你可以在旁边 插很多你要的component 例如说 很多人 常常用的就是Python Notebook 然后它就是直接把论文里面的Data塞进去 然后你看它就可以直接挑到一个 就是 云端版的 就是VSCode 然后里面 又是迁入Python Notebook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无缝的体验 你在论文上看到什么 好你觉得它是不是在鼓烂 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转到这个 它给你的一个环境里面再去跑 然后它也会直接连到就是它提供的这些资料在IPFS上面的地址 然后当然这个Credit的部分就是 你就可以看到你就是可以直接用钱包去对其他人做评论 所以然后重点是它这是开放式 所以假如我想要自己加什么功能 都是可以很方便 例如说像我们的Proot 是对于就是Prosmin的一些编 想要让Prosmin更好的编辑你们分享 那我其实只要写一个model 我就可以跟他们讲一下 然后我们可能就可以放进去 然后之后如果有人用这个论文 然后去做一些就是是跟Prosmin有关的 那它也可以直接套用到就是我们的开发的编辑和就是preview Prosmin的工具这样 对就是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说在web3上真的不管是软体工程啊 或者说science大家的对合作的开放 我觉得很多不一定是技术上的差别 很多是心态上的差别 大家都很愿意去互相帮忙 或者说把东西打开给对方看 那像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我之前在ETH Tokyo上面做到也是跟peer review有关的 的一个小 就像我就写了一个extension 这个网站大家应该很常用 就会去看一些preprint的东西 那我就是直接去写个extension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上面 有token然后去comment 然后去做一些看说还有谁去reference的这张 然后这个论文 然后或者说有没有人在我的comment底下留comment 对那这些又可以再去tokenize化 然后又可以再接回到之前我说的那部分 就是像用流动性词去发现我的comment的价值 或是我论文的价值 那我可能我需要做到工 可能就只有这个extension 其他的我可能就只需要一些交水代码 去把这些东西拼起来 这样子 对 那你需要网站的这个拥有的同意吗 不需要 因为我是外挂上去的 那会有侵权的问题吗 侵权 没有我只是comment他 对我是评论 因为像就是这个会谈到像这类就是preprint的 就是网站问题是你不知道他上面的东西的质量 到底是多好多差 因为没有人评论吗 但有一个有另外一个网站叫open openreview 他也是他是可以让你评论这些东西 可是他等于说直接到另外一个平台 那使用者就很少 那 所以我就想说那好何不 就是直接在现在大家已经很少使用的这个平台上去 让大家可以评论这样子 对 好那 时间差不多 那有 对就是如果你有装这个extension 就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要做评论你可能还要在connet上你的就是钱包这样子 对 然后当然因为我这些东西都存在IPFS上 所以其实你也不一定要找extension 你也可以自己写程式就可以去捞 所以这又是我刚才说的web3非常有组合性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因为我会用特定的格式 你其实只要造 你就去找 以这个特定格式储存的东西 你会捞出 可能你想要的论文底下的comment 这样子 IPFS可以捞东西吗 我不知道你的储存的hash我要怎么捞 所以我可能这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所以这个就要运用到FVM 刚才我说这个FVM 他就是在Filecoin上面又给你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会把这些东西去存到FVM的状态里面 他其实就是一个应该叫FVM 他就是一个以太反模拟机盖在Filecoin的链上 所以你可以去这个FVM上面的状态去 先抓一些资讯 然后再回去IPFS上抓资料 对 所以你这边也会吧 对对对 所以刚才钱包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这个FVM上面去存 然后再去IPFS上存 这两边的操作都是IPFS FVM可能这样 对对对 但是IPFS上的东西可以用 对对对对 不卸也不用 对所以其实费用 现在应该都算是非常低 而且像我刚才说的 Bakako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是重极电脑 可是它现在也是免费的 对很有趣 那我想请问一下 Bakako它是在线 它线下的部分 它是找谁来帮它做 作为节点 或作为运算的实体 其实它现在就是在实验部分 所以应该就是它们组织那部分 所以才可以免费 所以我们不能自己架一个node去support 其实也可以 但我觉得应该 对对对 没有incentive 对对没有incentive 是吗 它们可能还在想要怎么 它们现在连token都还没有 宣布所有发生 所以 就是如果大家对design有兴趣 然后又跟websyn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多挖挖Protocol Labs 底下的东西 因为Protocol Labs 真的是 对design相关的东西 就是花非常多的精力 其实我想分享一个老design的东西 那时候甚至不叫design 但是应该只叫做citizen science 就是他们以前有一个蛋白质折叠的分析的软体 叫做foldit 然后它就利用你 你如果电脑上面有安装的话 它就会利用你电脑闲置的资源 然后因为像是在萤幕保护层次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去做蛋白质的折叠的计算 然后去算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新的合成 新的合成蛋白质的可能性 或者说一条蛋白质 它是怎么样被折起来的 那我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它放到website以后的话 或者说它这个状态 这个概念是不是其实就是website概念 或者说它还差了一点什么 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要onchain以后才可以算是website 嗯 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广泛上不用安全 可是像刚才说到的那个东西的话 如果用这个处理就会更简单 因为像刚才做的那样的话 我们可能自己电脑都要装一个 就是特别为了这个就是运营的程式嘛 但这个不用你可能就是直接把它丢上去 你可能有个Docker的设定档 然后就直接丢上去就可以让它就是重击的很好 就像是你写的那个Extension它应该有上链的那个code嘛 对 别人都可以拿那个code来做自己的Extension 有Open Source吗 我是目前没有 但如果你看得懂链上的话就可以拿去用 所以说如果官方觉得这个好 然后他直接把Ecode拿来用 然后我也是没有我也是没有差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们软体工程上的Open Source 其实是一样的事情 对 对 但是Gitara他们还是会有License 对 对 那这对但我其实也可以做我一个IP的法律文件 签进去啊 所以我真的要的话 对不对 但是一般是不会这样子 我想比较一下刚刚的同学 就是其实我们后来 我们算是一个互补的概念 在探索这个领域嘛 我们后来发现就是 卫山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 城市只是一部分 人的互动很重要 所以说的确我们的代码在链上很容易可以被拷贝 但是那个人形成的Network是不容易被复制的 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邀请的TOKYO TOKYO Design的人来分享 我们形成的是一个人际的Network 所以未来我们有些项目的合作的时候 他们也会倾向于用我们的 就是所以即使我们的Call是很Open的 但是在这上面叠加的人的Network 其实会加强哪一个程式会被使用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也不能一直写程式 就是还是要必须去做Social Network 让Social Network和Code Network 它是可以有一个Alignment 对才会让这东西真的被人家使用 所以我后来发现它拥抱开源的目的 其实是要你再去更积极的去跟别人做互动 那这样你的东西 它产生的impact就会更大 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feedback 就是我感觉我的理解就是 以前的开源就是把你的代码放到GitHub 但现在开源可能是要有一些 更 proactive 的人际的互动 让你的东西被用 所以像Protocol Lab 他要比如说Filecoin 他要创造一个除了单纯分享软体外 还有一个经济的incentive 就是形成一些很复杂的一种 一种活动出现 就是你用它的软体还可以拿到钱 或是之类的 让你的程式它不是只有程式 它还有一些social impact 去吸引别人去加入你的开发阵营 对这是我们在探索 这个领域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它好像不是 它不是单纯就代码 它还要去懂一些人的心理学 对 但我们也还在竞营 对 然后就看大家还有没有对前半部分 因为我的部分主要是在讲 我们怎么 就是为什么我会跑到这个领域 然后我们自己看到的脉络 就是为什么去中心化科学 会有这个脉络出现 然后目前遇到的状况 那我们可能只是从一个很小的角落切入 我举个例子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在道地 里面有一个setter叫design 然后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channel 那最近就有一个朋友加进来 他是在做台湾的天文科普的 这就完全不是我们知道 但我们也后来发现说 原来在天文科普的领域里面 也有一些资料分享 或是需要运营社群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只是从一个 科学的某一角落切入 所以其实它可以涵盖的范围 就是根据你对science的test 或是兴趣 都可以有不同的碰撞 我们趁机也在想要吸收未来 有兴趣的伙伴 就是我们未来在领口的实验室 会有一些自动化的机器手臂 因为我们希望把实体的生物自动化 跟卫山的某些软体层连在一起 比如说你未来在软体上 画一个培养皿上的照片 那你用的应用 在实体的实验室 那个机器手臂 就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未来实验室 就是那个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怎么把实体跟虚拟做一个链接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然后我们也是 因为就像刚刚Tim说的 design是一个努力在争取funding 然后做出一些突破的一个项目 对 所以大家就保持联系 然后有兴趣的人 我们也可以多交流 这样子 照管理还是要把它困住一小段时间 我今天其实还是蛮开心 有这个讨论 里面有很多非常非常新的东西 就是之后 刚投影片应该是可以分享的 然后我们有同学也在做Term Project 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有同学想要提问 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再麻烦可以跟同学保持一些联系 虽然还在录影 虽然还在录影 但是有些话想 我想要怎么说呢 就是说 学术界或Demig的角色 其实在这几年一定会面临到非常大的变性 我觉得我不会觉得它是挑战 因为有太多聪明的人 在这个学术界的下塔里头 他们肯定会使出各种奇迹影角来 让这个塔持续的存活下去 但是这个塔持续存活 它有可能就真的会变成一个科学怪人 我们就不说太多过去期刊 某些类垄断的行为 或者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或者我们之前有几次讲者有提到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已经验证了 或者是老高也都在影片里面说明了 在分配科研预算上面 其实现在的分配方式不见得是 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好结果的分配方式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回过头来我们到志工系 前阵子我去参加了 在桃园大西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去的 一个什么AAAI workshop 有一个画面让我记到现在 我就不放照片给你看 我用描述的 在台上有李飞飞博士 大家知道吗 Stanfer做AI的 然后有我们系上的徐永珍老师 然后有杨明泉教授 也是很有名的在国外的教授 现在应该在Google 还有李鸿一老师 还有联发科的超高阶主管 然后他们在台上联发科的超高阶主管 就秀出了一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 你可以去查 这张图是OpenAI在2022年的时候公布的 目前的Large Scale AI Results from Academia 也就是说学术界所发表的大型的 这个大规模的AI 包含大型原模型 包含大型的各种的媒体模型 等等的学术研究成果 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 学术界占了80% 到2020年以后 已经到几乎是零了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AI的科学研究的结果 目前已经几乎90% 其实是由企业来做的 这样可以理解 所以学术政府的角色 其实基本上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这会造成什么 我们当然可以躺平 躺平的结果是什么 躺平的结果就是企业 会越来越扮演政府的角色 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在发生 我们就不用多讨论了 你要问你自己的 就是你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 然后我们也不会去说 企业扮演政府的角色就是不好的未来 我也不会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还没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思考一下的 我也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当未来如果企业真的扮演政府的角色 或者企业结合AI扮演政府的角色的时候 我们应该都会蛮快乐的 原因是我在过去一直有一个画面 是AI有一天会走到立法院 然后机器人或者Tesla Bot 走到立法院举手跟院长说 我们需要一条AI友善的法令 我们应该要拥有机器的人权 我以前一直有这样的画面 但我后来逐渐的理解了AI的能力以后 我认为这一天不会发生 我认为AI人权法案会有立法委员自己提出 而他们提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前几天滑了很多的手机 而这些手机的讯息可能有一些是经过安排的 当然这里有很多阴谋论 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 也就是说我认为AI跟企业对于社会的影响 现在你还看得到 接下来你就看不到 等到看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还蛮快乐的 那现在是一个实际点 所以我们还可以来思考一下 什么样的未来是你现在的心智觉得是比较好 或比较不好 但未来以后呢 就会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决定什么是好或不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分散室的讨论 Web3的讨论 其实有部分也都是往这个方向来走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跨学门 甚至更激进一点的返学门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感觉到我们这堂课 也试着去让大家来思考这件事 当然过程里面也是很辛苦 那回过头来就是昨天晚上 前两天晚上微软有个发表会 大家看了对不对 有更厉害的copilot要出现 大家知道企业最会的是什么吗 就是养套杀 什么是养套杀 把你养起来 然后把你套住 然后再把你杀掉 这听起来很邪恶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阴谋论 因为这件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而且最近最著名的例子是什么呢 是全台湾所有的大学都在过去的几年 免费的使用了Google Drive的服务 也就是你登入了你的学校账号 你用了用无线云端储存空间对吧 然后有一天Google就说 不好意思我们决定要付费了 所以学校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个就是把以前很麻烦的东西拔出来 第二个就是付钱给Google 这样OK吗 以前的Google Pixel也这样搞过 大家知道Google手机说 你用我的手机你就有无线的照片储存的空间 到Google Pixel第7代以后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后来还是决定付钱 所以以前所有买的Google一代到六代手机的人 除非你还继续用 否则的话你就要开始付钱 这样可以理解吧 所以Copilot的未来是什么呢 当然你可以说我是一个阴谋论的老师 但是我觉得Copilot的未来就是 就no pilot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我们还很快乐的在写程式 那我们可以很快的写程式一边去思考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边很快的写程式之外 可以一边去做更多的尝试 跟思考更多的东西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我们很会做系统很会写程式 其实还不够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其实还要去思考incentive 就是像以前刚刚提到的 这个蛋白质折叠的实验 让大家可以用萤幕保护程式的资源来运算 或者是更早的这个SETI SETI 寻找外星人的计划 你可以用你的PSSET 这个闲置的资源来帮你找外星人 这些计划某种程度后来都没有延续下去 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incentive 他们没有incentive 那有了website 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我们可以接触到一个 以数位经济为主的incentive design 但是当然这件事情 在现在的社会潮流上面很常 还是会把它污名化 或者有人可能会误用它 或者可能占有资源的人 会希望它不要太容易的被利用 但是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还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参考的事 所以不管是跨领域也好 不管是社交的连结也好 不管是透过website的经济 来为你未来所创造的东西 来提供incentive for mechanism design 我觉得都是我们这堂课 希望能够直入到你们的心里 也许我们这堂课 不会给你直接你的career pass 或你的人生带来什么直接的帮助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得到一点的未来 在这个社会上创造的灵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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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